待人生活忙碌 习惯用吃来犒赏自己 一天三餐不够 还有下午茶 宵夜等 其实早期人类本来就只吃两餐 工业革命以后 整个工厂的作业 它中间有一个休息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再加上中餐 所以那个到现在 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 打破习惯 不照三餐吃可以更健康 我们可以中餐减少一点 那么晚餐提前一点 这个都可以 我们会建议把一天的热量减少 像主食方面的话 我们会建议吃比较富有 像比较low GI质的一个食物 然后增加我们的纤维脂的量 增加我们的饱足感 像这位王女士多年来 只吃早午两餐 气色体力都很好 看不出来已经78岁 觉得我的代色方面 就比较顺利一点 还有就精神上 也觉得比较很轻松 感觉我的一天的教训 我觉得很开心 少吃一餐 少摄取三分之一热量 作息正常 配合适当运动 维持好体态 也降低慢性病威胁 大爱新闻 黄正明欧阳光辉台中报导